本国疫情未完全受控 没有源头本地降压的出现 显示社区里面仍然有隐形的传播链 政府昨天已经公布了 在预防和控制疾病条例下面 新一轮至到10月8日为止 有关业务及处所禁止群组着集 及配戴口罩的多项规定 我请餐饮处所表列处所的负责人 及市民留意及遵守有关规定 明天就是国庆和中秋长假期的开始 我们呼吁市民在恢复社交 及经济活动的同时 要保持个人及环境卫生 不要松懈 大家也要继续警惕 保持社交距离 尽量缩短在环境击逼 或者不太通风的地方逗留的时间 个人防护方面 戴口罩、勤劫手都是要留意的 身体不舒服当然要尽早求医 记录个人的日程 也都可以接触者追踪的工作 我们是需要所有的市民一起努力 避免疫情的反弹 避免疫情的反弹 感谢观看